第2場跑41200米的賽事 選一隻消食馬,馬房兄弟都說這隻馬做得好fit 6號的怡春之星,這次放到雷神上去 上季尾都跑得不錯之下都要拉倉,轉了丁冠豪 看到初出那場有了飛,大熱門來的 有心博殺,但僅僅跑第五輸,不夠一個新位 今次一早預定雷神,做到fit一fit,試兩貨集來跑 雖然撿過14檔,但這馬做得好的14檔雷神一樣有方法解決 馬膽先相信這隻消息馬 配角選一號的法財寶,今季轉倉初出即贏的1200米 贏神器飛馬,神器飛馬再出谷草都贏 上鋪過去,真情跑1400米 可能差一點點,輸3個多身位 今次縮回到1200米 叫做有個變數,陳家晞減10磅 跟他動下配備,繼續有個好檔 我覺得跑回1200馬會比較適合路程 我覺得他有機會在前面搏走掉,最重要是陳家晞出閘 再選擇配角,季初都開始留意著 2號的英明勇將,上場終於有些走勢給你看 在後面追回不少失地 跑第六輸3個身位 今次中中可以下班 由黎海榮換上馬防愛將何摘堯 有個好檔給他 這些馬真的減到過了龍 上季初是贏3班馬 現在60分,下4班 因為他上次贏大約75分 減了十幾分,下4班 老馬還有兩腳的金鋪擺河摘堯 應該是會載越跑越近 再選擇13號的馬功臣 好像跟抽檔機器有仇 今季已經是兩次撿外檔 金鋪依然是撿過外檔 近兩鋪都追得好,但尺寸馬 被動一點跑法,經常留後衝一段 在衝一段3344的位置 這場馬膽就順著消息馬 在馬防兄弟說的6號怡春之聲 配腳拖減磅的1號發財寶 和2號英明勇將 再加上一隻13號馬功臣 再加上一隻15分 再加上一隻192號 分別的一隻